虽然儿童节已经过了 但台中市府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整个四月都是儿童月 青年特地邀请到英国超人气卡通粉红猪小妹 担任音乐季的嘉宾 这个周末27、28号连续两天 在百年公园台中公园盛大登场 另外还有15位儿童节目的大哥哥大姐姐们 带来精彩的表演要与大家同乐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带来精彩的舞蹈 和QE姐姐还有英国超人气卡通明星粉红猪小妹 为今年的台中亲子音乐季揭开序幕 台中亲子音乐季今年迈入第七年 以海享玩乐俱乐放送为活动主轴 27、28两天在台中公园盛大登场 现场还打造全台首座四公尺高的佩佩猪大型企友 还邀请到小朋友最爱的儿童节目大哥哥大姐姐们 带来亚洲演出 今年的亮点很不一样 我们特别从英国请来超级偶像 卡通界的偶像就是这个佩佩猪 还有一个四公尺高的大的这个佩佩猪的汽友 他会在现场在那边可以让大家打卡拍照 长达一个小时的唱跳non-stop 所以小朋友们来到这边呢 就是可以尽情放电 活动现场还有文创和小农市集摊位 也邀请台中亲子馆一起联合摄摊 将场馆的多项教具玩具搬到现场 让小朋友们闯关体验激发孩子发展 内容多元又有趣 就是希望能让小朋友们开心度过儿童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借江林嘉明台中报道